另一起意外带你关心是桃园市观音区 少年无罩骑车还载着一名十七岁的未成年女子 闯红灯被酒驾车撞上当场喷飞一死一伤 事发当下有命易消是目睹车祸过程 原本是要下班和家人回家吃饭的 但是暂时放下家里的事情加入救援行列 乡村一处小小的石子路口 明明红灯已经亮起却有驾驶硬要闯过去 横向绿灯的双载骑士直接撞上 监视器是缓格不停而当场喷飞消失在画面里 机车卡在小客车下方完全变形 小客车车头被削了一半 车体结构都漏了出来 而骑车则躺在至少五公尺远的停演 在这车祸事件就发生在桃园市观音区 当时少年骑车载着少女通过石子路口 就被小客车闯红灯撞上 造成这起一丝异常的悲剧 除了救护人员以外 还有明黑一男子协助救援 他其实是刚好经过的一艘黄装兵 下来班准备跟家人去吃饭 没想到目睹车祸第一时间紧急失救 那就赶快先去安抚那个受伤的那个摩托车驾驶 然后请他不要担心 那救护车马上会到 我是那个一 我是那个一一九的一销 然后请他放行 然后只能先看一下他的外观伤势有没有严重 一销回忆起事发经过急血液 肾上腺素爆发 一是在送上救护车之前都还相当清楚 可最终还是在就医后不幸离世 也让他感到想到惋惜 继续下期再见 谢谢林桃日长报道